哈囉 大家好 我是恩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恩爸 今天呢 我終於要來分享 我們的新家裝潢啦 耶 其實也過蠻久的 從去年十月講舞到現在 真的隔了半年了 對 然後很多人都問我們 是不是已經搬進去了 我們中間一直在跟設計師討論 裝潢格局的內容 所以就是還沒有開始裝潢 所以中間隔了快半年的時間啦 今天終於訂案 然後也有圖片可以看 在開始分享我們的新家裝潢設計圖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 哪一間房子總共要負擔哪些費用吧 因為我們買的是大樓 有很多費用的是在我們還沒搬進去之前 就已經開始在繳納了 像是管理費 水電費 以及每年5月都要繳的房屋稅 都要按時繳納 說到房屋稅 政府為了便利民眾 繳納稅寬 提供了非常多的繳稅管道 像是3萬元以下 可以直接到便利商店繳納 也可以利用ATM轉帳 信用卡還有晶片金龍塔 如果怕忘記繳稅的話 還可以使用長期約定帳戶 來轉帳繳繳納房屋稅喔 如果你不想出門的話 也可以直接用手機掃描稅單上的QR Code 或下載行動支付繳費 或電子支付APP 都可以繳費喔 總之超多種管道讓你選擇 真的很便利呢 假設你沒有收到房屋稅繳款書 也不用太擔心 可以到地方稅的網路申報作業網站 或是到便利商店的多媒體資訊金 就可以進行查繳稅啦 不過我自己覺得最方便的就是行動支付啦 隨時隨地想到就可以繳 而且步驟也非常的簡單 不會的朋友呢 可以上網到稅務局網站的繳稅專區喔 有詳細的說明 安媽也會把相關資訊發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喔 大家別忘了要在五月底前完成繳納喔 我們現在就去新家吧 走 GO 我們到新家啦 然後呢 已經請設計師幫我貼好了 裝潑風險的配件圖 這樣我們跟大家分享我們家的 裝潑3-4-1-8 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玄關啊 那這裡就是落層次 我們其實配的就是大概知道進來的空間 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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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的 然後這裡有抽屜又方向見的小空間 這裡就是坐裡面進去 然後就是我們的冰箱 冰箱跟空間 然後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們家面道非常的大 但是我想要讓我們家的小朋友呢 會不會進去餐廳之後 坐在一個沙發區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裡餐廳真的修改了很多次 我們把原本它整面的櫥櫃呢 改成卡座設計 沒錯 卡座就是它把櫥櫃的最下面變成椅子 對 這裡就是椅子 對 然後就是小櫃就可以這樣做 對 卡座設計完了 就是我們的沙發跟電視 我們的電視是裝在這一面牆 對 我們做電視柱 就是鐵的電視柱 對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空出一面的牆的收納空間 對 對 因為如果我們把電視牆坐在這裡 那電視柱就會佔滿整個牆面 對 電視就佔滿整個牆面 對 所以我們就少了很多收納空間 那設計師建議我們就直接裝在兩個窗戶的 天左的位置 所以電視柱就會在這裡 嗯 謝謝 或是電腦啊 都會在那邊 它這裡有一個玻璃的櫥 它是半開式的 它設計的理念是 因為有些東西要用 彈搖或紅外線遙控的時候 訊號會比較好 它這個移動門板的設計 比如說我們要拍影片 然後有些東西可能來不及收 不要被看到的東西 全部移去 對 這樣就是 然後移動門板就可以全部擋起來 然後我們的沙發呢 就是選了 他媽最愛的L型沙發 對 選了最大的沙發 哈囉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四人座吧 四個人 對 所以 但是今天可以再躺在這裡 對 好舒服的 其實我們會設計的 我們一開始是 設計師建議我們 正面牆擋 然後擋掉之後 他們家裡看起來更大的 我們就是想像會在家裡靠來跑去 對 對 沙發後面正面牆 設計師幫我們設計了一個隱藏式的門 然後一直 然後一直 對 那他有整體型 不算說 一眼一會看到我們客運 對 然後或是廚房 所以他幫我們貼了 一整面的標示 這個場面跟那個門板 到時候會同一設施 讓你感覺不到廁所在哪裡 找不到廁所 你就找不到廁所囉 然後通過小米 哪那麼誇張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廚房區 對 我們會考量到把冰箱移到客廳 是因為我們的廚房 其實活動空間沒有到很大 對啊 這裡面就是做電器櫃的空間 這裡有電器櫃 電鍋 烤箱 微波爐就是放這邊 對 然後還有飲水機就是放這裡 我們在房間 好我們去看我們的主臥吧 我們的主臥其實就很簡單 主臥就是主要的衣櫃空間 對 那設計師要求我要非在一點床 不要是因為 慢慢還小 我覺得慢慢進行幫他一起加一個 馬上就是其實對 一定的啊 所以最後有可能這張床會起的事 應該跟根本的加一樣吧 開始剛剛可見的都覺得我們家很小 看設計師貼完這些空間之後 其實OK啦 但是他現在貼完我就大概知道說 喔哪些是我們可以走通的空間 對 下一咯 來到了 恩媽 猶豫最久的兒童房 這些呢就是 讓讓讓讓讓安安以後要去的地方 對 對 地上完全沒有任何的標示 有啦 我們有請設計師幫我們規劃 天花板跟地板 對 地板就會詮釋服務地板 原本這邊是有規劃一個衣櫃 是拿衣櫃就占掉大部分的空間 對 我覺得小朋友剛搬進新環境的時候 他一定不願意幾歲 所以我們想到最好的方法 這間布置成恩恩最愛的麥菜主機 兒童房我們會以軟裝的方式去設計 等天花板跟地板好了之後 我們再來著手規劃房間的裝飾這樣 對 如果大家有什麼兒童房的建議啊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幫助我們喔 我們非常需要大家的建議 然後隔壁的工作室 等安安大一點之後 就是以後留給他 對阿 看看我們的工作室吧 對 工作室 我們工作室主要就是 裝網天花板跟地板 對 對 然後這邊呢 就會先擺一張桌子 然後我跟媽就是對座這樣 對 但其實這間位置要當作 安安的門櫃 好啦 我們全部介紹完了 把安板拆一看 這樣子 總共要他這種錢 我一開始的運算是120 對 所以總共是多少 總共是多少 140萬 喔140萬 我們的運算只有120萬 但是當他客機還是說 這邊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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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我們跟他三個幾個 我覺得可以減掉的東西 可是這還不包含我們的空調系統 對 像我們的這邊 全熱交換機 然後 冷氣機 總共要四台冷氣機 對 對 還要加18萬 18萬的空調費用 對 眼睛好痛喔 所以其實這半年來 我們每次一邊存裝潢的錢 然後一邊畫設計圖 從明天開始 終於要動工了 好感動喔 我知道很多人很關心我們 也很多人有點懸貴 應該也很多人都忘記我們有買房子 我們有買房子 真的 我們有買房子 對 我們即將在三個月後 翻進來 最後呢 再提醒大家 別忘了五月要講房稅喔 這非常的重要 對 就是買了房子之後 其實才是真正交錢的開始 對 好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大家掰掰